世纪第三十五章 神对雅各说起来 向伯特利去 坐在那里 要在那里住一座堂给神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已少的时候 向你显现的那位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 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 你们要废除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也要自解 更换一山 我们要起来 向伯特利去 在那里我要住一座堂给神 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 因云我的祷告 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 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 和他们耳朵上的皇子 交给雅各 雅各就藏在世界那里的像树底下 他们便起行前往 神使那周围的诚意的人 都胜金句 并不追赶雅各的重子了 于是雅各和他一切 于是雅各和一切 与他同在的人 到了江南地的路斯 就是伯特利在那里住了一座堂 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 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 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 神在那里向他显现 利百加的乃姆 底波拉死了 就站在伯特利下边 像树底下 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 雅各从巴黛亚兰回来 神又向他显现 赐福于他 且对他说 你的名原是雅各 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这样他就改名 叫以色列 神又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生养众多 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名 从你而出生 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色列的地 我要赐给你 与你的后裔 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 升上去了 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 在柱子上 垫酒 浇油 雅各就把那地方 起名叫伯特利 他们从伯特利起行 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 拉结 临场 盛世艰难 正在艰难的时候 收生婆对他说 不要怕 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 他将近于死 灵魂要走的时候 就给他儿子起名叫 辩尔尼 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 辩雅敏 拉结死了 站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痕 雅各在他坟上立了一桶碑 就是拉结的墓碑 直到今日还在 以色列起行前往 在以德台那边支大帐棚 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 柳边去与他父亲的妾 毕拉同情 以色列听见了雅各共有 十二个儿子 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 柳边 还有西勉 利未 有大 以色列加西伯伦 拉结所生的是约瑟遍雅敏 拉结的使女 毕拉所生的是旦 拿佛塔利 利亚的使女 西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 就是雅各在巴弹亚兰所生的儿子 雅各来到他父亲以色那里 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 乃是亚伯拉哈和以色 寄居的地方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以色共活了一百八十岁 以色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弃绝而死 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两个儿子以色 雅各 把他埋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